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新闻 新闻开始来关心4月底 在桃园平镇发生的进棚工厂大火 警消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6人 22岁的林卫希和死神拔河超过了一周 最后还是因为脑部缺氧宣告不治 她一爱人间 也完成了细菌手术 卫希 加油 赶快好起来 卫希要加油 赶快好起来 亲友们声声呼唤 却还是没能盼到奇迹出现 4月底桃园进棚工厂大火 22岁年轻消防员林卫希昏迷送医抢救 生命迹象一度稳定 但最后却还是宣告不治 4月29号送立信宴急救 并且装塞叶克膜的进行治疗 那林卫希先生的生命征兆得以恢复 但是林卫希先生的脑部缺氧性变化太厉害 所以在昨晚宣告不治 林卫希生前曾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 经过评估沟通 捐出了心脏肝脏血管以及眼角墨疑爱人间 预计可以帮助4个家庭 在开刀房外面后我们就是念佛来祝福他这样子 卫希很勇敢 所以他把身上可以用的器官都全部都捐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从11点晚上11点就开始念到早上5点 林卫希的离开令人难过不舍 她的勇敢坚强永存大家心中 慈激之功也会持续陪伴家属 答案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急诊室怎么会卖起菜来了呢 原来是张华也为71岁的菜饭 之前因为严重晕眩到医院就诊 平常她是种菜卖菜为生 而那天到了急诊室还在担心她的菜没有卖完 于是呢 医护人员虽然工作忙碌 大家还是付出爱心 抢着买菜 好 大家赶快来买菜哦 买菜哦 谢谢 医院急诊室变成菜摊 医护人员围在一块买菜 这个阿公他不足足所以他菜没有卖完 我们帮他把菜卖完 让他才会爱心养心 71岁的菜饭履营 严重晕眩到医院求诊 仍是躺在急诊病床 心却担忧着卖不完的菜 急诊工作虽然忙碌 医护人员趁空档做爱心 短短两个小时青菜销售一空 我在急诊室工作二十几年 其实对于这样子的患者 我觉得我会特别的难受 对 我觉得他这已经不是 潜能够解决的问题 而是他在身心里上面都受了很大的问题 主要是他是自律神经 然后整个的晕眩方面 尔比尔科捡得起来是里面的一个拼冷神经的问题 还好不是血压也不是血糖 所以观察几天就好了 恢复健康出院的旅营 继续做生意 医护人员再次探望 帮他加油打气 阿伯很感动 其实他家境贫困 平时种菜卖菜为生 大儿子入狱服刑 女儿肝病枉生 二儿子意外离开人世 我躺在场上 还有人帮助我 这样子 还有人关心的感觉 对对 一寸暖流在心里面流过 很温馨 有人关心的感觉 让他对人生怀抱希望 人间处处有温情 大约新闻黄泽雲 廖学信 彰化报道 宽威三十六年后 苏花公路再度有公车行驶载客 苏澳到东澳段更快了 而今天上午开放大客车通行 不过在2月5号通车的时候 直线3.5吨以下的车辆通行 三个月来大客车误闯案例 超过五十件 大客车一辆辆开出苏花改隧道 原本的禁止标示也拆除了 客运业者终于不用再 因为误闯而开罚 7号上午苏花改正式开放 大客车通行 市区公车更是睽違三十六年之久 重新开上苏花公路 那个东澳的话 要在苏澳新站达车 离这边还有一段路 那这边可以直接坐公车 然后又比较快比较方便 121路原本是从苏澳到吴老坑 那配合公路总决政策 就是公路到哪里 大众运输到哪里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路线 把它调整修正到 那个从苏澳到东澳 今天首班车人数大概 因为我想体验的民众还是有了 大概有十几位 大都会客运每天各三班车 每趟二十元 甚至开放民众预约 满二十人以上就会提供转车接驳 郭光客运一二二路 则会延伸到南澳乡公所 以东澳为断点 分两段票收费 以往到南澳开苏花公路 就要一点五小时 现在省下半小时的时间 但前提是不会塞车 目前我们评估 大概大客车的车流数 不是那么多 大概它是占苏花改的量 大概百分之五到十左右 那所以说初期应该不会有塞车的状况 假设塞车的话 那我们会坚对 就是那个事故处理的速度的部分 我认为还会再加强 检查胎文胎压 还要确认驾驶人状况 维护大客车行驶安全 东澳段路口将不定期进行拦检 就怕清明街塞车恶梦重演 公路总局鼓励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 两条市区公车 即日起到13号 会提供7天免费试程服务 大家喜欢周一城巡航 宜兰报道 国际新闻 夏威夷及牢牙火山上周四 喷发出的熔岩 一直到周日这4天来 已经毁掉了住家 攀旋到酒户 撤离超过1700元 短期之内回不了家 火山口不断喷出浓烟 熔岩持续间歇性喷发 直冲天际 最高喷向空中70公尺 黑色熔岩一路往下奔流 夏威夷大岛的基劳雅火山 上周四喷发 普纳区的雷拉尼庄园 是风险最高的地区 夏威夷当地政府 搭直升机空中视察 清楚看到火山周边白色小点 都是社区住家 滚烫的岩浆 四天来烧毁了九间房子 虫鸣鸟叫 虫林绿野 夏威夷美丽的天堂 夹杂着炼狱般的场景 火红熔岩降温之后变黑 沿途蔓延堆积 主要的道路还没有受到影响 夏威夷积民房官说 基劳雅火山已经形成了九个裂口 新的裂口开始喷出蒸汽 还是有居民不想撤离 目前已经有约1700人疏散 索性没有伤亡传出 周边小地震不断 基劳雅火山喷出的二氧化硫气体 流串的岩浆温度高达1150度 目前已经覆盖了125平方公里的面积 基劳雅火山已经持续喷发35年 究竟还会喷发多久 科学家说几乎没有办法预测 大约新闻许书妹编译 此季52周年 马来西亚麻坡的此季志工 举办礼拜法华金序和朝鲜活动 大约200位的志工聚集 大家全心祈求静思堂能早日完工 此季52周年 经济潮山 约200位马坡慈禧志工 聚集在八级礼活动中心 礼拜法华金序 尽心尽敬 三步一拜 用心脚下 以前程最敬礼 祈愿静思堂早日落成 我每一年其实就等待这一天 因为它真的是每一步 每一跪 就好像在看我们起心动力 每一个当下都是那一个出发心 给我们信心 还有坚人心 还有可以除我慢跟诚恨心 祈福天下平安 祝福上人法体安堪 长住时间 祈福我们马坡禁思堂 顺顺利利能够保他赶快用心 跟您报喜的 因为我们禁思堂即将要开始动工了 潮山过后 志工带着亲手制作的寿陶来到麻坡禁思堂用地 向附近居民报喜 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好消息 我们禁思堂真的是要动工了 他们是这一带的居民以后 他们就是禁思堂的邻居 佛号声中 志工坚定前行 以恒心和出发心为禁思堂护航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 在环保站 志工天天做环保 也把志愿当家 复旦节前夕台中市的松竹环保站举办育服 其中有对母子很特别 他们带着感恩心而来 20岁的儿子两年多前被违规的车辆撞成重伤 昏迷一个多月 妈妈不放弃 辛苦照顾 奇迹度过难关 祝福吉祥 台中松竹环保站玉佛气愤庄严 这位20岁的詹同学看起来就像是阳光大男孩 其实两年多前出车祸 头部重创 在家户病房昏迷36天 拆点就要截肢 就是含着泪水 说就是不放弃 因为毕竟我们 我们必须陪着孩子度过这个难关 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 詹同学病情稳定 并且把做环保当作附件 一天天好转 生日过节买礼物送她 我现在 现在扯我没办法工作 我就 就陪她 陪她到慈祭 詹同学持续做环保 最近还加入慈亲 也重新回到校园 生活过得很充实 欲佛 报佛恩 也报父母恩 恢复健康与笑容 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大海新闻真上美志工陈灿德 蔡宿租台中报道 而在中正纪念堂一年一度的 玉佛大典将在13号举行 最近天气闷热 彩排的时候就出现了 有志工身体不适 所幸现场特别架设 紧急医护站 有30位左右的 医护志工进驻 因为大型活动 现场临时状况多 而在玉佛大典 这一天呢 大家也会在现场 守护民众健康 玉佛大典彩排 30位医护人员进驻 中医师 然后西医师 然后EMT一个医卫 然后护理师 大概有9位 然后进入师就有3位 艳阳高照 现场陆续有人脸色苍白 热昏厥 医师让他们平躺 补充水分 舒缓不适 热昏厥 中暑是比较严重 会生命危险 那一般都是 因为平时都是 不太运动 那忽然站太久 还是说汗流太多 水分不够 那有点脱水 它就会不舒服 中医师配合针酒按摩 医护合作 写行照料 外带环境的变化太大 它体力啊 它其实刚刚把麦 是比较虚的 把麦是比较虚的 我会测一下它 它头晕了 有心情 现在会下腹吗 对 头还有晕了 目前 不会 台北刺激医院医护人员 刺激仁医会 与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医疗救护志工 共同组成的救护团队 为志工民众守护健康 使育佛大点最佳后盾 带来新闻知识美知工刘美玲 孙慧明台北报导 而参与于佛大典的佛教界诸身法师们 也利用佛誕节前的最后休假日 纷纷由各地来到中正纪念堂 在高温下不断重复彩排练习 希望能将庄严设心的佛教礼仪 全递给社会大众 佛号声中法师们恭敬顺着 阶梯时级而上 慈祭中正纪念堂 御佛大典彩排 诸山法师们也在队伍当中 以身教育大众 看到这么这么多的 慈祭的师兄 师姐 能够生无习气 能够放下每一个人的自我 让我们所有看到的人 包括身为法师的我们 都可以感觉到 人 人的气质真的豪美 从庐乡站开始 法师带领志工们 一次又一次排练 众人虔诚礼赞 只为弘扬佛陀精神 佛的精神就是 这 慈悲跟智慧 就是这两个 那慈悲来救度终生 智慧来就是断除终生的无名 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些事 就是我们有学习佛的精神 佛诞节当天 法师除了带领大众御佛 更会透过中骨齐鸣 祝福社会祥和 人人平安 为求动作庄严一致 法师们从一个多月前 就开始排练 这个宗室我们的慈悲计划 以解脱跟清静的解脱 叫众生演播 鼓呢是我们内心的清静 六根磨 六根磨 六根五意磨 不会跑出来 震撼所有众生的心 不会有磨液 所以保持六根清静 我很高兴每一年都能够来 这样子参与法会 因为接引很多的信众 他看到三宝的庄严 看到佛教法会的这个书圣 而来升起一念的恭敬心 一念的赞叹 都种下了将来得度的因缘 自2008年起 慈悸每年的中正御佛大典 都会由各地法师共同参与 一起推广佛教仪典 宣扬佛陀无量教化 大约新闻 正圣米志工 台北报道 真言上人在今天志工早会开释 感恩诸生长老与志工 核心成就如此国际的 御佛典礼 也展现佛法的真圣美 庄严的道场 这个中正纪念堂 感恩能借给 持继来成就国际的 大义佛的 每一个人的整齐 全程 怎样 混合起来的 大宗内心的 礼敬法师们的 他们对于 自己人的 那样的疼惜 相应的 鼓励的 也可以 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佛法的 善 淫 美 让所有的 宗教界 可以 可以大开心胸 不要 不要有 宗教的 反礼 我们 互相尊重 来到 我觉得 那个脚也是很不舒服 认识慈激后 志工关怀陪伴 让他印象深刻 为了解决多年的疼痛 决定从马来西亚跨国来台求医 因为只有 慈激的医疗 我才能信任 我也不用猜测 也不用怀疑 来到这里 把身体交给医生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想 经过检查 为外伤后 退化性关节炎 经过手术 致患人工髋关节后 原本脚很难打开 现在变得很灵活 做了人工的髋臼 做了人边人工的 鼓鼓头 经过这样的处理 他重新拥有一个 平滑功能良好的一个关节 打开 还有这个尽量伸直 还有脚尖往外 了解 了解要记住 不断叮嚀 事后保养 期待一个半月后 苏志祥能不靠拐杖走路 感恩司机 还有陈医师 要各位大家的帮忙 我现在才有降考 戴新闻家教育邓明仪 华联报导 守护民众的健康 要仰赖医护人员的专业 还有用心 尤其护理师工作也相当辛苦 平均一个人要照顾 九位病患 12号就是国际护士护理师节 我们要来看护理生力军 如何在专业和心态上 准备好等待出发 请读考题 时间一到立刻走向下个诊间 请进入诊间 短短几分钟要完成肺部身体评估 另一边同时进行静脉注射 这套欧斯基临床技能测验 共有八战 让护理生神经紧绷 因为透过情境模拟 最能考验真功夫 他进入职场中 其实有时候是不容许出错 有时候攸关性命 他必须在课事上做比较多的演练 跟情境的设计之后 一确定他有这样的能力之后 我们才让他去进入职场 职场门槛有多高 统计国内护理人力 从五专二季到大学程度 每年培育一万四千多人 其中大约四成能取得证兆 还有一批学士后护理生 准备艺员护理梦 我觉得每一个人 在护理这个领域里面 都可以找到你适合的位置 对 我觉得 所以我就才会来 我觉得选择性比较多 那个山口部分都没有 红肿的状况 也没有分泌物的产生 对护理生来说 未来职业地点 有六成八会在医院 不过平均每名护理师 要照顾九名以上的病人 背后是理想在支撑 当你自己能够帮助他 做一些改变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行业就是 你不是只有赚钱而已 你是真的对 这个社会有一点贡献 我们不能被取到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会跟病人 建立一个很好的互并关系 然后给予缺缺实实的关怀 叫完他之后就是 就是没有反应嘛 所以我就是绑两病 然后接一KG 急重症模拟教学中 一组学生实地演练 另一组透过荧幕 临时差 由老师带领讨论 然而人口老化 和急重症病患增加 平均每年 仍有百分之二人力 离开职场 人口老化 那很多人其实在家里 需要被照顾 或是在社群需要被照顾 那我们很多护理人员 他离开医院之后 他其实可以继续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投资 这个所谓的家庭护理师制度 护理生学有专精 也有学校强调人文素养 得和扎实的训练相辅相成 专业很重要 可是我们怎么让学生 准备好他的心态 他可以觉得他被关心 然后未来他在面对 所以他的病人的时候 他可以付出他的关心 我很喜欢就是看着病人 能够勇于地面对自己的病 然后而且是 能够是乐观地面对他 因为我们能陈于他们 然后跟他一起 然后陪伴着他们 传统老科系 是提高职业率的关键 也左右医疗照护的未来 妈妈们的健康也很重要 但是他们忙家事忙孩子 还有工作 很难播出时间运动 有健身教练就编了一套家事体操 把健身动作融入拖地打扫 替妈妈找机会运动 趁着孩子上学空档 这位妈妈赶紧抓紧时间 到健身房懂一下 我有在做一些健康检查 然后党固存蛮高的 所以会想透过运动去达到 预防疾病的目的这样 可不是每位妈妈时间都这么弹性 工作家事就忙不完哪来时间运动 有健身教练 身边一套家事体操 节省妈妈时间 屁股围夹 腰没有趴下去 最后一次往下蹲 很好站起来 换成水桶还能训练 不捅不畏 水桶往上推起来 胸口抖 对象今天呢很多动作都是 妈妈平常其实打扫自愈 还是要搬中路 跟挪动一些家里的家具 所以呢利用一些借力使力的方式 然后多用一些肌肉的运用 可以更轻松 不只体操 运动中心 从课程到空间 专门替妈妈们两身打造 并开设亲子课程 让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运动 增进自己健康 还有亲子间的感情 大爱新闻陈思雨李明华台北报导 高雄慈忌儿童合唱团 爱唱歌也唱出了环保理念 大家走上市场实际体验 如何自备餐具购物 闯关游戏里塑胶两个自备消音 高雄慈忌儿童合唱团的学员 不只学合唱 一连四堂课 学习从生活中把塑胶带消灭 最后一堂 大家来到市场进行无素采购 但第一摊孩子没经验说不清楚 搞得老板娘脸上满是问号 很少孩子买素肉圆还自备完 但勇气可嘉的他们赚到肯定的笑脸 有了经验孩子们到下一摊大声先问候 无论是丸子还是甜点都能用自备餐具装回家 摊商十分赞赏 先让小朋友有个概念就是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地区 透过实际购物让孩子体验自备餐具 一点都不麻烦 只要带带带带带带出门 不用浪费资源 这有意义的课还是从合唱团毕业的学长姐亲自规划的 通过体验课让合唱团学员了解简素的意义与做法 无素生活一点都不难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郭世雄 郭世任高雄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郭世任高雄报导 沙烏地阿拉伯沙漠中发现到一尊实体大小的骆驼雕像 言叹有2000年的历史 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